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4号的新主播点新闻,我是又荣 新闻的一开始来关注疫情进展 杀劳业今天新增加489宗的确诊病例 其中有173宗来自现有的感染群 255宗是和确诊者有密切接触 1宗是外国的输入病例 以及60宗来自其他检测而被发现 古静在今天占最多病例 共有99宗 接下来是斯里安曼76宗及施屋75宗 同时,杀劳业今天再有5个人死亡 分别是古静、施屋、斯里街、各艺人、明都鲁有2个人 杀劳业今天再增加一个新的感染群 也就是明都鲁的日拔感染群 全杀目前的活跃感染群有多达49个 另一方面,杀劳业灾难管理委员会和施屋灾难管理委员会 今天调整施屋有条件行管令的最新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施屋有7个地区人民的活动将受限 以及施屋中央市场不能营业等等 有效期从来临的星期五 也就是4月16号一直到26号 在最近的标准作业程序下 必要的行业可以运作 但只限50%的员工上班 而且必须获得警方的批准 营业时间只可以从早上6点到晚上8点 至于其他的领域则不准运作 其他的措施还包括按摩院、水疗中心、夜总会和卡拉OK不准营业 每辆车只限3个人 禁止体育及休闲活动 餐馆和饮食中心 禁止堂食 只能外带或外送 另外 所有的宗教活动必须遵守由州教育宗教局和杀其他宗教事务所发出的标准作业程序 一名华裔男子今天早上去交通警察柜台查问后 才知道自己竟然在25年前曾经接到一张罚单 而且已经发出拘捕令 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 这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今天早上接到车行的通知 指他的入税无法更新 因为他有拖欠交通警察的罚单 于是他马上到新书安警察局的交通警察柜台查问 谁知道 疑问之下 却吓了一跳 原来他在25年前 也就是1996年 他在市区骑摩托车的时候 被交通警察开出罚单 原因是 他没有戴头盔 以及无法出示驾照 他说 本村之前的确有摩托车 但是已经卖掉了 而且他不曾外出 不戴头盔 也不携带驾照 最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当年开罚单的竟然是自己的警察朋友 警官已经建议他先向警方报案 之后会把报案书交给布吉安曼警察总部 希望能够为他解决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大家平安喜了 我们再会 我们再acon 了 ar 明天 好 。 。 是 2022 akan dikeluarkan mengikut jadwal ditetapkan malah pun periksaan itu ditanggungkan beberapa kali sejak tahun lepas study at Sunway College Beijing and let us take you overseas